欢迎收看明星逗逗乐 感谢收看本频道 欢迎收看本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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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维维拿到过两次第一 王兴林拿到过一次第一 郑秀妍暂时没有拿过第一 三宫之后 王兴林浪解三赛程算是过半 之后的三宫四宫五宫中 他们三的人气排名 大概率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尽管郑秀妍没有拿过第一 但是四宫非常有可能 因为面对四宫的师姐守内战 四个小组中只有郑秀妍组 宫类传宫了 三宫徐梦桃队被打散 四宫余文文队被打散 五宫的三位队长是 谭维维 王兴林和郑秀妍 所以说本季浪解三的C位 大概率会在他们三人中产生 而由于郑秀妍是外籍艺人 所以能带队场进成团业的 应该或是谭维维和王兴林 当然根据去年P格的情况来看 C位也不一定产生在成团业的 两位队长之间 所以郑秀妍也有可能带队 冲进成团业 但比这认为希望不大 相较于二宫的个人喜爱度排名 三宫中有三位姐姐的人气排名 是明显上升的 他们分别是钟心童 蔡卓妍和张天爱 都是王兴林组的成员 钟心童一宫和二宫的排名并不高 分别是第十五和第九 如今三宫冲到第四 总算是正常了 钟心童在节目当中说过 她之所以参加浪解三 完全是因为蔡卓妍想参加 而三宫开始和蔡卓妍合体 她在节目当中的表现 明显是更自如了 蔡卓妍的人气排名浮动很大 一宫后是第五 二宫后是第十一 三宫又回到第五 但从三宫开始 彼此认为她的人气不会再有大的变动 会一直稳定在前期 三宫的自由组队环节 堪称是本季最关键的一次组队 因为姐姐们基本就是锁组的状态 而蔡卓妍能和王兴林一起想到一起 并拉上钟心童 一起加入王兴林组 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 在这一组 他们彼此都能够并发出更多的能量 至于张天爱 她前两次公演后的人气排名都是第十三 但是三宫后的人气排名直接冲到了第六 暂时位于成团位 张天爱虽然也算是自带人气 但她是最明智的一个选择 就是像是在三宫面对郑朽妍和王兴林的同事邀请时 选择了王兴林队 照目前的趋身来看 她很有可能最终拿下一个成团位 除了钟心童 蔡卓妍和张天爱三位人气上升明显的姐姐外 三宫后还有两位姐姐的人气是下滑明显的 分别她俩是胡信儿和张强 胡信儿首次公演后的人气高居第四 但是之后就大幅下降 三宫后跌至了十二名 三宫再次跌至了第十九名 值得一提的是 网传因为疫情的原因 浪解三一宫的现场观众是芒果的员工 二宫三宫则是网络招募的大众评审 胡信儿人气下滑这么严重 可能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作为TVB曾经的一姐 胡信儿在内地的知名度算是高的 但其实她并不是西本体质 或者说观众员这门玄学在她的身上没有体现 以至于四宫就淘汰了 至于张强 这位姐姐算是本集浪界三中 最清醒 最通透 最佛系的姐姐了 在三宫的自由组队环节 当其他姐姐都在试探性互选时 张强还穿着当时二宫的演出服 手中拿着高脚杯 在大厅中慵懒夺步 谢娜的那句 强姐像是一个人在参加宴会 简直不能再贴切了 当然了 从节目中可以看出 张强其实并不太在意人气这些东西 也不管星最终能和哪一队友在一起 她能坚持到武功 大部分靠的是之前积累的国民度 从三宫的训练环节 舞台呈现以及赛后拉票的内卷程度来看 浪姐三已经提前进入了白日化阶段 四宫后的人际排名 一定也会有很多的变动 单单是许如云从第十一名到淘汰 就能够预知 在前一期中 在姐姐们自由推选队长时 王兴玲获得最高票数 成为最后一名队长 等主持人介绍完规则 王兴玲立马有理想的人 王兴玲先找到阿萨 等阿萨进入团队 王兴玲又力争吴景岩和张天爱 而让王兴玲没想到的是 郑秀妍也想选择吴景岩 这对吴景岩实在是太难了 毕竟俩人都是人气很高 如果进错队很可能面临淘汰 吴景岩思虑再三后 最终加入到了王兴玲战队 等到排练正式开始 身为队长的王兴玲 做什么事都亲力亲为 在姐姐们遇到困难时 王兴玲会耐心解决 几人感情也是越来越好 这让后面的进展非常顺利 在第三次公演中 王兴玲带领着团队 缓缓出现在舞台中央 站在CV的王兴玲大放异彩 最终像极了凭借优秀的表演 获得915最高票数 那因恨后叹服 押对宝的吴景岩也是激动大哭 那一件事都在这一件事都在 我们来说